上一期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本趋势 那么本期我们邀请了中国学生会的同学采访 给大家以最真实的视角来分享一下 在这样一所科技满满的学校的气候 以及饮食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我叫张天玲 然后现在是OSU在读大三的学生 我是OSU在读大四的学姐 然后是语文学专业 我叫语音乐 然后现在也是俄亥俄 我和中国学生学者联合 所以现在是个赞助理居长 这边的冬天也真的很冷 然后我每次就是至少穿两条裤子 现在我还挺喜欢这边除了冬天以外的气候的 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待在阴凉的地方 它就不会特别热 我看来算是一个四季特别分明的地方 就是冬天很冷 然后会下雪 然后夏天很热 然后反正其实如果刚来的话 也没必要在国内戴很多衣服 因为这周围 像我们离一些很繁华的一些 商场也比较近 然后什么工具都买不到 其实学校大的就是有三个食堂 然后其中最大的就是Scott 也是我最经常去的 吃的感觉早餐是最单调的 早餐它一直就是那几个东西 但是午餐和晚餐它有时候可能根据食堂 它里的心情会出现就是不一样的菜单 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周围的一些餐厅 海街上吃的是挺多的 然后其他一些中餐其实位置都比较分散 然后我个人感觉这边中餐有的做的还行 海街上我比较喜欢的一家是东北元 可以吃到锅包肉 虽然它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是我个人还挺喜欢吃他们家锅包肉的 各个户各村 虽然叫村吧 但吃得挺多的 但也没办法跟纽约啊这种 陆生机这种大神视频 但该有的像校外啊 川菜日料 韩餐火锅什么都有 然后学校也有好多食堂 就有三个大食堂 也有小白布什么的 就你想吃什么基本都可以 然后实在不行 也有各村也有好多华人超市 你也可以自己买菜啊 来做都可以 下集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同学的采访 以最真实的视角 带来在该校的住宿 出行 以及读有的校园文化 记得点赞关注哦